欢迎来到西敏小药理问答 西敏小药理问答是有许多的牧者与神学家 在1647年与伦敦的西敏大教堂开会所制定的 它的目的是在于制定共同信仰的准则 西敏小药理问答它包括了107个问答 它也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 导论 第二 人所当信的 第三 人所当行的 所以西敏小药理问答 它最早制定的时候 是为了那些起初刚信主的人所预备的 所以呢 它的内容简短易懂 精简而要 在实际生活中使用的时候 联合上经文的经义 更能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 愿上帝祝福你 今天就来到了第77问 第九条诫命吩咐我们做什么 回答 第九条诫命吩咐我们人与人相处 总要真诚 持守真理 保守自己与灵舍的名义 做见证的时候更当如此 阿们 感谢主 那么在圣经当中又是如何启示我们的呢 在真言十四篇第五节 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 阿们 第二十五节 做真见证人的救人性命 阿们 在撒加利亚书八章十六节 个人与灵舍说话诚实 阿们 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六节 经上记者说 存着无愧的良心 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 就在何事上可以叫纳 毁谤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 自觉羞愧 阿们 感谢主 这就在第九节命当中 说的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同样 当我们在与灵舍相处的时候 无论是主内的弟兄姐妹 无论是外邦人 我们做人都要诚诚实实 说话诚实 持守住上帝的真理 持守上帝的话语 就是上帝的律法 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 用上帝的话语来光照我们 这就是我们的准神 这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方式方法 所以感谢主 愿上帝祝福你